凡修行人,心要有主宰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又凡修行人,要心有主宰 见好境界,不生欢喜,见不好境界,不生畏惧 这个咱多次讲,印光法师也是这个意思 咱们多次讲,比方有人说我念佛的时候 佛菩萨告诉我了,哪一年地球要爆炸了 我念佛的时候,哪个菩萨又告诉我了 哪一年流行瘟疫,让大家储备点粮食 宾州那年就搞了这么一出 是在念佛的境界当中谁谁告诉他了 告诉他两三个月以后,粮食大涨价 然后就是流行瘟疫,死了多少人 必须藏起来,他是成事的人 宾州非常富,然后他的慈悲心一发 把所有他认识的念佛的人,下通知了 菩萨告诉我的,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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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带领大家抢购,形成了一种抢购风 那段时间,物价就都能够上涨哦 他忽悠的 两三个月后地球照转,自西向东,太阳照升 从东往西,非常麻烦,这是宾州我亲自碰到的 佛弟子在境中,所以我们修行人在境界当中或者梦中 我们可以梦到好像也不要贪着,也不要心生贪恋,也不要生欢喜心 梦到不好的境界也不要生畏惧 这个多次给大家做开示,你要不然的话,你这个相无论是好是坏 你对他生恐惧感或者是生贪恋,统统起不好的作用,执着吗? 能如是,则所见境界,皆作助道之缘,否则,皆作账道之缘 就是这个意思,假如真佛菩萨现行你看到了,也不生贪恋,也不生欢喜的话 那么你这是一种超越,假如你真梦到或看到,不好的境界现前 或者梦中别人打你骂你,向你讨债,你不生畏惧,不生厌恶的话 你以一种清静心,平等心,实际就是消夜了,还了债了 所以经典上说在梦中还债也能消夜,就是这个含义 正常应该怎么办 是因为在梦中的 然后还在梦中的 在梦中的梦中的梦中 就在梦中的梦中